对 然后她一转身的时候 石碧珍 整个舞台整个亮 干什么呢 你冲我让了什么 你怎么不去问我高惠 她干了什么 她买通了模特经纪人 让高杰的纸绣模特 拿到珠宝就要玩笑诗 我说小雨总 你口口声声说 喜欢高杰 爱高杰 可你却在明知道 高惠什么路数的情况下 一再纵容她用下三滥的手段 欺压高杰 这就是你说的真心吗 难怪高杰会对你忧愿 比起在乎她 你更在乎你小雨总的名号吧 你怎么搞的 我不是说让模特 把高杰的手势给拿走吗 就现在 我跟她要手势了 谁知道她给了我之后 又要回去了 突然说要自己登场 我总不能铺上去抢吧 行了 别说这也没意义的事了 这样 你让扮演模特的亲王 把这个戴上台 然后让她用灰心的戒指 跟高杰求婚 让她一定要说灰心的广告词 记住了 你给我认真点 你都听到了 能不能几百肃清楚就看今晚啊 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应该不会向着他们来 现在新娘已经巧够红装 只带新郎上场了 走吧 别别别别 这才berry 还是出去地带 鱼池怎么来了 你放心 鱼池心里有数 它一会儿展示的 肯定是你设计的节制 你就知道它有办法 它从来没让我失望 鱼池心里有数 一回到最后 天再 baj 换一路 作为你药 剧场! 广告公里有数 第三个早饭 鱼池心里有数 小鱼池心里有数 用处理 小鱼池心里有数 炼盘的封城 你来 是要拉我下台的吗 之前你问我 你和高慧之间 我会选择什么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灰心的首饰盒 你最终的选择 还是灰心吗 设计作品的珍贵之处 就在于阐述情感 我所有说不出来的情感 都在这枚戒指之中 这枚戒指之中 看到了你的初心 请让我用一生去照顾它 找吗 找吗 这点儿 高姐 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 或是写好的剧目 可以说 我 这次纯属是冲动 但这就是我的心意 因为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我就想让你做我的心意 我还以为你上台了 是为了要展示高辉的设计 没想到 我会有没有想到的 那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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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自愿 你知道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 不知是何梦 虚度将漫长时光 与之 我的犹豫和爱情无关 我是在担心你 一旦接过这枚戒指 就意味着 你和我的人生 从此捆绑在一起 悲欢与共 获福相依 未来的日子 不可能这么平淡 这些 你都愿意跟我一起承受吗 这枚戒指一页 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爱 也鸣刻了我们的真情 是多么的证明 只为了遇见你 就像 我们在东南亚的云 经历了生死 在那种情况下 我对你不离不弃 你对我无条件的心 看有什么事情 能帮我的心分开往 所以 能嫁给我吗 能嫁给我吗 你 只要 只要收我紧 缘併 都vid su ought to you 这枚战 你们是 TRT BTS Casanova,你必須親愛你 遇見你啊 帶給我所有 所有的偶像 親愛你 遇見你啊 遇見你啊 我終於相信 人生裡 漫長孤單旅途的目的 只為了遇見你 怎麼可能 灰灰 這簡直是太荒唐了 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這個高潔真是不簡單 我太小看他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高潔 沒想到他居然心情那麼深 他一定是看出了我喜歡余智才會去勾引他的 余智怎麼可能被他騙了 余智哪有你說的那麼無辜 他是在利用你 難道你沒看出來嗎 不可能 余智不是那樣的人 一定是高潔 他被高潔騙了 我要去揭穿他 不能讓他們再寫 余智 你千萬要冷戒 這個余智余毅一直在給你下套 特別是這個余智 他是在利用你的感情 不是不會的 咱們不是這樣的 我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 我不能接受 會會